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从1997年就有国科会生务处的处长就开始戒掉了 处长就在身为国科会副主委 又是戒掉的 然后接下来就大家有印象了 他当卫生署长 这是在陈水扁任内SARS 但是好像很多人印象也很模糊 SARS是陈建仁喔 好 他也是戒掉了去当卫生署长 然后2006年的时候变成是国科会主委又戒掉 然后到了2016年就大家通通都认识他了 他就变成蔡英文的搭档副总统 也是戒掉的 那戒掉完了以后呢 其实他的年纪已经超过了 所以呢 他就变成特聘研究员 2020年的时候再度的回到中研院 那因为去年呢 已经是70大寿了嘛 满70了 就是就算65岁 研到70也满了 好 所以去年呢 他又沿用了特别的规定 再继续的研聘 什么特别的规定呢 就我们昨天节目里面有看 有提到的李远哲 有没有 好 所以这个李远哲 因为还有特殊的这个学术成就嘛 对于有这种人的话呢 他就可以再继续的研聘 好了 研了一年之后没有想到 真的没有想到嘛 2023年又要来当行政院长 再度戒掉 为什么要戒掉呢 你不是最后一个公职了吗 你在行政院 在这个中研院当研究员 你也是公务员耶 你可能不把的款哦 你也是公务员哦 所以哦 如果这是你最后一个公职的话 抱歉 你就不能够再回去咯 你有没有想清楚啊 陈建仁 因为如果是戒掉的话 那就表示他还想怎么样 再回中研院嘛 但是他现在已经超过70岁了 那做完行政院院长 如果没有什么太奇怪的事情发生的话 应该会做到明年520嘛 对吧 除非有可能像郭正亮说的 三个月就下台嘛 我是不敢这样讲啦 或者是中间又跑去选总统了吗 看起来赖清德应该会全力的阻挡这件事情 好 正常来讲的话啦 会做到明年520嘛 那明年520还想要再回去中研院吗 好 总共戒掉了六次 合计是12年一个月耶 换句话说 这过去24年来 二十几年来 有一半的时间 你都在做官呢 这看起来不像是 以学术为重的一个学者 不太像 好 所以呢 这个行政院新上任的发言人 陈宗燕 大家记得到他吗 本来是内政部次长 也本来是我们那个 指挥中心的副指挥官 就是一 他呢 现在到行政院当发言人了 他说 陈建仁的非戒掉的首例 当然不是啦 但是他是第一个戒掉当行政院长的 他说过去十年 无论哪位总统呢 都会从研究教育单位戒掉 戒掉本来就很多 但是呢 戒掉当这个行政院长的是首例 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看起来不像是不喜欢当官嘛 你看起来根本就是政学两期啊 看起来从政的比例 在你过去的二十几年的 学术生涯当中 是占了一半 好 那么中研院的规定是什么呢 就是我刚刚说的 要年满二十五岁 照理讲你就要退休了 所以呢 才要办延退嘛 那最多只能延退到几岁 七十岁 就是我刚刚说的 去年 其实他就应该要退了 好啦 所谓的特聘研究员 每次的延退 不可以超过三年 好 然后延长服务期间 不得戒掉 因为你已经是特殊的例外了 你本来就应该退休了 结果呢 你延退 你不可以说我特殊的给你待遇 让你留下来 结果你还给我借掉 跑去其他的单位 那你就不应该留下来嘛 因为你是延退嘛 好 所以呢 你是不应该去戒掉的 如果你要走的话 那你就退休吧 你为什么不肯退休呢 好 所以大家才会说 中研院 一个月四十九万 不得了啊 比行政院长待遇还好 所以说了 这就是重点之所在 是因为这样吗 那也太贪小便宜了吧 好 那我们再看 这一次的这个新的内阁的名单呢 几乎乏善可乘 我就说了 最主要就是帮那些县市长 卸任的人找工作嘛 找完工作之后呢 所有大家觉得应该换的 通通都没有换 好 留任率高达百分之七十七耶 好 所以呢 马文君就说了 新内阁的首长 通通都是救命孔啊 最重要的这些部会 全部都没有动啊 连卫福部都没有动耶 你败选的第一个原因 不就是因为高端 因为你防疫政策 所以才会有这么高的仇恨值吗 结果呢 卫福部 闻风不动 好 根本就像吃剩的年菜 是反复的加热啊 再把冰箱剩余的食材 不断的加进去 这实在是不太健康 建议大家不要这么做 难道呢 这样就可以成为一道新菜色吗 好 他就没有东西 可以煮啊 好 游盈龙就说了 陈内阁 根本就是堆 破铜烂铁 拍糖骨下了 所以蔡政府呢 搞授人以饼之事 然后呢 再被干狡 这个政府到底是有什么毛病啊 好 另外呢 蔡英文啊 这个沈大老说了 就好像是清末的宣统皇帝一般啊 新的内阁除了正负隔魁之外 只有六个新人啊 这六个新人里面还有很多都是没有选举的 就是选举选输的 主要选举选输的 原本必须为败选负责 跟整军待发的 根本就是同一批人啊 蔡英文就是老佛爷 所以不但是像清朝宣统皇帝的那个朝代 而且呢 他是慈禧 然后呢 格魁呢 就是大人歌皇帝 基本上是没有用的皇帝 傅格魁是燦亲王 没想到全面执政的民进党一路衰败 自己人都不想当你的官了啦 还能够指望大家选你的人当下任总统吗 我就说嘛 蔡英文根本无视民意 也完全打从心里面 就不觉得自己败选了 他根本觉得是你们老百姓不会选 所以呢 他在内阁改组的过程当中 根本没有考虑到民意 他就是我说的嘛 政治仇庸派系分赃 结束了 就这样 所以呢 里面呢 要不然呢 就是因为有人就是退休啦 有的人跑去主持节目啦 所以他只好再找人来塞一塞啊 就这样子而已啊 其他没别的啦 看不到心气象 看不到谦卑 看不到反省 更看不到改革 也没有任何的检讨 当时选完的时候 我们会期还没有结束啊 我就问过行政院啊 秘书长来到我们预算嘛 我就问他 请问一下 那选完之后 大家都在问说 郑文燦代表党部要做检讨 那请问一下 那请问一下行政院有没有检讨呢 有吗 行政院的检讨是什么呢 只有民进党的党部检讨 那行政院不用检讨嘛 你行政院的隔魁都知道要辞职了 那你行政院对于过去的施政 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为什么完全没有任何检讨呢 所以今天是什么政策错了 是谁的执行有问题 我都没有看到任何行政部门的检讨报告 那防疫政策的错误 黑金的肆虐 这些通通都跟施政有关 更不要讲能源的错误 所以长期累积的民怨 难道跟行政院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那苏贞昌为什么要走呢 所以啊 这样子的一个内阁改组 真的是让人心寒到鼓底 曾经人才刚刚接了隔魁 可是啊 他的戒掉程序还没走完 被质疑是恋权又爱钱 行政院的发言人陈宗燕就说了 哎呀 其实呢 这个戒掉的制度啊 民国78年就建立了 过去十年来 每个总统都会从学界 来戒掉优秀的人才 曾经人不是首例 当然国家当然是可以去戒掉 优秀人才来为国服务了 问题是行政院长 可是最高的行政首长 而隔魁竟然要靠戒掉 这可应该是首例了吧 我们看应该中研院的这个内规 年满65岁可以延聘 可是呢 这个特聘研究员呢 每次的延退就不能够超过三年 而且啊 延退的期间是不可以戒掉啊 所以啦 陈建人上一次回人到现在 已经超过三年了喔 所以他本来就算是特殊的延退了喔 那怎么现在又要戒掉 难道不是违规吗 我们要请教一下志强 所以说他到底是爱学术呢 还是爱钱呢 还是爱权呢 我讲一个很悲伤的故事 陈建人的戒掉 你看民进党他是拿谁来当救援 他拿江仪化 说江仪化也是戒掉啊 你们国民党双重标准啊 来我们就来讲江仪化 江仪化在入阁的时候 他是当研考会的主委 他是戒掉的 但是当他2012年变成行政院长的时候 他就是辞职的 所以他是没有戒掉状态当行政院 这41 第二个更重要的是 江仪化是因为按照规定 他的戒掉已经起满了 所以他遵守规定 他没有东凹西要搞一些小缝 然后到处钻 然后去变成戒掉去当行政院长 而这个守规矩的江仪化的下场是什么 我告诉你 他行政院长下以后就失业了啦 台大回不去 不只台大回不去 当时绿营不记得发起运动啊 不准他回台大啊 难怪陈介人要戒掉啊 我跟大家讲 不准回台大就算了 我在那一年 刚好去哈佛大学当访问学人 江仪化也去哈佛大学当访问学人 可是你知道为什么他到哈佛大学吗 他本来申请到他的耶鲁的母校 当访问学人哦 结果绿营追杀到海外 去那边动用他海外的压力 让耶鲁不能让他去当访问学人 后来江仪化改去当了哈佛 跟史丹佛的访问学人 守规矩的江仪化 最后是什么下场 连个工作都没有 连个访问学人回母校都不可得 就你看为什么陈介人 各位我骂陈介人干嘛 陈介人做是对的啊 死皮赖脸 然后用戒掉的方式 为什么 江仪化前车之间 然后守规矩是这种下场 那我就讲戒掉我不反对啊 确实名讲的是对啊 很多从学术单位戒掉 是一个常态给惯例嘛 确实格魁没有用戒掉 这也是他开的例子 也是事实啊 可是重点是什么 你中研院的规定啊 你延退不能戒掉啊 江仪化守规定 戒掉起满 他就是用辞职来去接行政院长 而为什么你今天陈介人 你堂堂当过副总统 你今天要接行政院院长 你连个规矩都不守 你搞了半天只证明了一件事情嘛 民进党的官 你就是吃山吃彩 吃虫吃铁 有什么要什么 不顾官瞻 不管吃相 你今天你都已经当了行政院院长了 你守个规定嘛 守个规定给大家好评论嘛 他连这一点他都不在乎哦 那你就可以看到 民进党的官的整个的做法是什么 那当然回头来讲讲到陈介人这一点 说真的 整个内阁也不过都是同样的样子嘛 就像马文君讲的啊 你内阁今天请问有什么亮点 就像吃剩的年菜一样嘛 搞了快两个月 到最后 败选者联盟 然后呢 原来造成民进党败选这整个内阁 你还是大部分都留任啊 那你今天到底展现了什么样的 检讨的一个决心跟态度 从陈介人的任用上你就知道 民进党绝不反省 绝不改变 绝不检讨 对啊 行政院长是最高的行政首长 结果带头违规戒掉 这样子让人家是不是觉得 好像是一种不好的示范呢 我们可以看到九合一选举大败 也就代表说 人民对于蔡政府的是这个不信任的投票 那么原本大家都期待说 好啦 所以说陈介人来组阁的新内阁 应该呢 可以为百姓带来新气象 宋琼赢富马 毕竟新年到 结果呢 这新内阁官员 摊开来一看 全都是老面孔 百分之七十七的官员 是苏内阁留任 连战犯都可以照样继续位居高位 蓝营就痛批了 这根本像是吃剩的年菜 反复去加热 然后呢 再来这个再把这个其他的剩菜 加进去煮嘛 虽然说绿营不断地从生说 陈介人内阁是一个温暖的内阁啦 可是到底温暖在哪里呢 难道加一些剩菜进去热一下就很温暖了吗 这样的一刀 这个端出这样 这样一桌菜色 民众能够满意吗 汉婷 这哪里叫什么吃剩的年菜呢 讲大白话 它就是厨余 就是喷嘛 所以从选前到现在 其实我对人士真的兴趣不是很大 因为厨余喷 它到底是放在厨余桶 还是放在收水桶 还是拿去喂猪 或是拿去当化肥 它有差别吗 没有差别 它一点都不像新闻 但如果今天厨余跑到了你家的神桌上 这就有问题了 这才是大新闻 就好像猪啊 它在猪圈里 这不是新闻 但如果中华民国的官位上跟职位上 跑来了一群猪 这果然就是大新闻 难怪媒体整天要讨论 为什么谁谁谁又当到了什么位置 可是呢 我们就算讨论了 哎呀 那这个上面是谁啊 那它有什么样的专业啊 你怎么会期许它有什么专业呢 就好像今天一群猪跑到你家是个新闻 那你难道会在乎它到底是在客厅 还是在厨房 还是在卧房 还是在浴室吗 都不会嘛 因为牛迁到北京还是牛 猪迁到哪里 它抖是以群煮啊 抖是以群煮啊 你不要设想猪跑到了厨房 它就真的会做菜 它跑到了客厅 就能够选择电视台 它都不会 它干嘛 它照样还是好吃懒做 所以呢 这个我们不要觉得说 哎呀 这些人在了上面 真的能够做什么事情 看看它过去啥也做不好 就知道未来呢 大概也啥都干不好 所以民进党的内阁反省 讲白了是啥呢 它里面全部都还是什么 都是一群猪 有旧猪 有老猪 还有蜘蛛 为什么叫蜘蛛呢 因为它叫做失败的猪 Spider猪 所以它都是一群猪 所以简而言之呢 就是假反省 真捞拳 假道歉 真养猪 满嘴道歉 要改革 大猪 小猪 在内阁 那到底该怎么办 政府不是养猪场 2024就让我们把这群 好吃懒做的猪 通通赶下台 所以原本应该要为败选 来负责的阁员们 竟然和准备整装待发 重新出发的是同一批人马 这新内阁除了正副隔魁之外 就只有六个新人 陈富雄呢 就以晚清来类比 这次的内阁改组 他说蔡英文 他比喻成老佛爷 然后说隔魁是大人歌皇帝 然后呢 副隔魁叫做燦亲王 讽刺现在整个蔡政府 简直像是满清末年的宣统王朝 他也感叹 没有想到一个全面执政 曾经是圣级一时的民进党 是不是一路衰败到如此田地 已经找不到人愿意当官了吗 民进党说这次的内阁 人选的安排全都是用人为财 但是看起来早来早去 就只有这几个人愿意当官 这是不是代表 其他人已经不愿意 加入这个内阁来获悉你了呢 我们要请教一下嘉宇 因为沈富雄说 如果连自己人 都不愿意来当官的话 那还能够指望大家 会选民进党推出来的人选 来当下一任总统吗 其实这次内阁改组 当然大家是抱着 就是说对于民进党来讲 这一年如何去挽回民心 去回应人民的期待 所以整个改革跟 对于说大家所迫切期待的 不管是居住正义的议题 或者是说像一些 关税货物税 这些都是我长期倡议的议题 是不是能够有一些新的作为 那我觉得当然过去的内阁 在苏贞昌院长领导之下 他是一个战斗内阁 而且显然是霸气十足 但是问题是对于一些 民意代表的质询 或是对于民意的回应 显然大家认为说 还是比较没办法就是接地气 所以这一次陈建仁所领导的这个内阁 当然大家希望说大人哥 他是一个所谓温暖兼韧 这样子的一个暖内阁 能够更体察民意 能够更顺应民心 所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去重组整个内阁 那当然大家会觉得说 好像换的幅度不是很大 但有时候这些内阁 对民众来讲 其实当然他们驾轻救手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有时候一点点的调整 可能会让整个菜的味道又不一样 所以说到时候 这个新的内阁会有怎么样的政绩 当然大家也是拭目以待 那另外一方面 对于说林佑昌进入这个内政部 当然很多人也会认为说 过去林佑昌在金融市长任内的表现 确实是可圈可点 那如何去面对 现在大家所在意的诈骗的问题 或者是黑金的问题 他能不能去领导整个警政署 能够重新的提政士气 把警纪的这些问题 能够去做一些重整 这个也是大家期待 所以很多人说这个新内阁 其实当然国民党是先唱衰 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希望说 给他们几个月的时间 一般来说是100天的时间 来看看说 陈建仁会有怎么样新的气象跟改革 那到时候大家再来评断 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还是先 乐观其成 希望说陈建仁大人歌手 率领这个新内阁团队 能够有不一样的新气象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 这次的内阁改组被外界诟病 简直是把战犯都当成了战将 不少的新任官局 也让大家看到了傻眼 比方说像是新任的 这个外交部的政务次长 是中金院的学者李纯来接任 但李纯学的是法律 他完全没有任何的外交经验 连李纯自己都说很意外 其实李纯让人印象最深刻了 是什么呢 就当初在莱猪公投辩论上 他舌战赵绍康 说出吃莱猪可以换到加入CPTPP 而且莱猪比日本制的压缩机 还要稀有 讲出了这些金句 难道是因为挺莱猪 获得蔡英文青睐 所以学法律的转身 就可以变成外交大员了吗 李纯 不懂当外交官的多得是了 你看谢志伟 一天到晚在德国胡说八道 大放厥词 一天到晚乱评论国内的事务 他还不是当了 对不对 这么重要的著德代表 早就整个外交体系 不要说整个外交体系了 整个中华民国的政府体系 早就已经告诉你 越政治上正确 越能当大官 专业从来都不重要 所以李纯说他自己也很意外 怎么会变成是外交部次长呢 所以要在蔡朝当官 第一个你要派系正确 所以政治分赃 政治仇拥 派系分赃有你的份 要不然的话呢 你就是呢 学者呢 可以昧着良心 指路为马 像陈吉仲这样子 就树立了学者从政 在蔡朝当官的典范 当了官之后讲的话 跟他当学者的时候 完全相反 不是不一样 是完全相反 那这样子就可以当大官 所以了 有样学样嘛 自然有人学啦 所以李纯呢 当时就说啦 吃萊猪可以换 加入CPTPP 谁告诉你的 你是做梦梦见的吗 谁教你的 那所以呢 现在我们已经吃了 CPTPP在哪儿 还有呢 他说吃到萊猪的比例 比什么 日本压缩机还要稀少啊 好 所以呢 就是我刚说的嘛 只要政治正确 什么话都敢讲的话 你就有机会当官啦 懂得效忠 绝对就是飞黄腾打 那另外呢 你们说大人哥不温暖 这还不够温暖吗 一个落选的议员呢 你想想看 我们有民主选举史来 有多少议员都曾经落选过啊 有哪一个像梁文杰这样落选呢 之后还可以入阁的 这也对梁文杰来讲 不温暖不然是什么 太温暖了啦 但是呢 对王世坚呢 就真的是太酷寒了 为什么同一个选区 王世坚第一高票当选 却被吵着要把他开除党籍呢 这个党怪怪的 太有问题了 好 柯文哲说啊 梁文杰当议员的时候 是坚持共激扰台 就要停办双城论坛 所以现在应该坚持信念 把两岸之前的交流 全部通通都停掉 这样才不会有双标党的问题 所以意思就是说 ECFA停掉啦 你们不是最恨ECFA吗 糖衣毒药啊 怎么还继续让台湾人吃毒呢 那ECFA怎么都不停呢 好 邱泰山停不了 梁文杰你去停 好 另外呢 大家都觉得说 这是一个什么 败选内阁 郑文杰 辅选不只是辅选势力 还捅了一个最大的娄子 所以才会一失五命嘛 好 林家隆 这不只是选输 还输了46万票 所以你看 输越惨的官越大 好 那么这个 库拉斯他是在花莲败选 而且还酒驾被抓 那梁文杰是市议员落选 李俊逸呢 嘉义是选得很惨啊 劳动部政策 永远有观众 新竹县也选输了周江姐 所以他是去 就是摆明了去当炮灰的啦 所以他可以当客委会副主委 好 所以输越惨 官越大 大概就是这么回事 就是一个败选的一个内阁 哪里看得出来有什么检讨吗 哪里有看得出来要改革吗 哪里有看得出来说 今天他们要痛定思痛吗 没有 要改革的 要被检讨的 是只有王定 对不起 是只有王世坚 高嘉瑜等人 他们这些人 就是赶快 剩下一年多而已了 不这个时候分 不这个时候赶快抢食大饼 还在等什么 其实这一次啊 大家会觉得说 是不是呢 你只要呢 用挺莱猪 就可以换到官位 有这样的想法 不是没有原因 因为先不讲这个李纯了 这次陈吉仲 他又被留下来了 他先前说 莱克多巴胺 是一个很简单的产品 你要养猪 让他长大 除了给他吃饲料 还要添加一些添加物 就好比我们人 平常吃三餐 可是啊 你会吃一些保健食品 把有毒的莱猪 比喻成了猪的维他命耶 是不是 护航莱猪 替蔡政府立了大功 所以就算搞到缺蛋 石斑鱼卖不出去 仇恨值爆表 他还是可以继续当他的农委会主委呢 而学法律的 以前有顾虑熊 王美花 可以管国安 可以管经济 那么现在有李纯 可以当外交部的次长呢 到底是学法律的无所不知 还是只要你忠诚度够高 绝对可以受到蔡政府的重用呢 这将怎么看 萊猪放中间 人才放两边 那捡到蓝里都失菜 只问效忠不问财 其实民党现在就是一个 马屁官文化嘛 讲白了 这是败选 对不对 你看赖清德 选靠靠靠靠靠 全台湾22场的检讨大会 上半场 在检讨什么 就讲到民进党就是疫苗嘛 论文嘛 黑金嘛 对不对 可是到下半场检讨谁 检讨高家瑜跟王世坚啊 为什么 因为发现再检讨下去完蛋了 民进党完蛋了 所以一定要先创造一个内部敌人 然后再什么呢 再想办法再创造外部敌人嘛 这民进党一贯的做法 但我想帮李淳讲点话啦 讲李淳也不对啦 为什么 你看看谢志伟跟谢长廷 刚刚立文也讲啦 对不对 你看看谢志伟跟谢长廷拉出的标准 你也不会觉得李淳怎么样了啦 我们标准也没有多高了啦 我就讲谢志伟不讲啦 每天在当一个住德的代表 天天在打在野党 打所谓的监督政府的人 外交官到底是坐到哪里去 领薪水领到这个程度 谢长廷更显啦 你知道谢长廷当个住宅代表 告罗志向告三丹耶 对不对 我为他跑法院跑八次耶 然后三场全败喔 他很闲耶 他闲到一天到尾来告我耶 这非常厉害耶 那结果你想 一个住宅代表 闲到这种程度 那说真的 李淳护莱珠有功 当个即便没有外交背景 即便所学没有外交专业 即便跟外交 这天差地远 天涯海角 半分关系都拉不上 莱珠攻城 那就是民进党要重用的官啦 所以民进党打到现在 我告诉大家 从内阁改准 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民进党已经没有打算 管外界的官感如何了啦 他也不管你什么专业 不管你人才 也不管你说 今天什么改革的理念 没有 我今天这个团队放进来 就是告诉你 我摆烂 对不对 反正民进党也无财可用嘛 你真的像样的人才 现在谁愿意进民进党里面去啊 人才在民进党 你就被糟蹋的嘛 你一定要什么 宣誓效忠才能鸡犬升天啊 有专业 所谓的有这个阅历 兼有坚持的一些官员 你进到里面去 只有被糟蹋的结果 那民进党到底在盘算什么呢 内阁官员到底摆 张三李氏王五号 不管你是莱猪保健员 陈吉仲 还是说今天莱猪推销员李存 不重要嘛 反正最后结果就是 我就抗中保台打到底嘛 抗中保台需要张三李氏王 需要专业吗 不需要啊 抗中保台就一直拼了 命扣红帽子 然后制造两岸关系紧张 就结束了啊 所以今天的外交的人士 我觉得只是他的所谓的末梢反应 你看到他用了一个李存 那代表他没人才嘛 那没人才 怎么办呢 位置还是要补进去啊 算来算去 就看谁对莱猪这场大战 里面立了大功 李存就是 那我只是想问李存一件事 一件卑微的一件事就好 CPTPP加入了没有 你不是说会加入吗 吃莱猪就会加入了 我们也都吞了 人民也接受了 那吃了一年两年了 那请问我们现在CPTPP加入了没有 所以请民进党 说到做到 莱猪都吞了 赶快把CPTPP签出来了 所以他去当外交部次长 是不是就是去帮我们签CPTPP的呀 很好啊 成绩拿出来啊 447天嘛 对不对 等着看吧 别傻了 签得出来才奇怪呢 不过这次的新任官员当中 选书议员的梁文杰 接任了陆委会的副主委 这也是饱受抨击 徐晓星就酸说 哎呦 外界都说梁文杰 有专业啊 有澳门专业 了解澳门事务 才能让他入阁的 而柯文哲也点出说 梁文杰当议员的时候 可是坚持哦 共激扰台 就要把双层论坛给停掉 他嘲讽梁文杰 当了陆委会副主委之后 可要记得坚持以前的信念 把两岸交流给全停掉哦 这样才不会有双标党的问题 陆委会是主管两岸关系的单位 结果找了一个拒绝对话 要停掉双层论坛的人 来当副主委 那如果梁文杰觉得 两岸不需要交流的话 那他去陆委会 请问到底要负责 什么样的业务啊 韩婷 就什么都不负责啊 怎么会有民进党 要负责什么事情的这种错觉呢 所以柯文哲说 要赶快停 才不会有双标党的问题 本来就是双标党啊 他哪在乎 你有没有骂他双标党的问题呢 本来就是双标党 对民进党而言 陆委会外交部 这些的政务官部分 就只看忠心仇拥 不看专业是非 事务官当然还是要有些专业的 因为毕竟基本的事情 都是要他们处理 但政务官呢 基本上就是领心 然后呢也不太干什么事 最主要的事情 就是做一些政治上的工坊 所以这些人呢 你说他能够起什么作用 就他还是起到厨余的作用嘛 所以他们根本也不用 花太多的时间跟精力去认真负责 因为呢不论他们到底换的是谁 先来讲说梁文杰啦 可是你想呢过去我们在讨论到 邱太三也好 或者是陈明通也好 都说哎呀这些人呢 他可能是所谓的知禄派 或者所谓的对中国大陆 还有一定的了解啦 比较友善 那可是他们上台之后 两岸关系有好转过吗 也从来都没有 所以不论换了谁 他能起到的只是仇庸的任务 跟起到仇庸的功能 让他继续有一份工作 但是对两岸关系的推进 基本上跟这些人 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他们执政的路线 也不拖民进党的基本思路 就是继续反对中国大陆 来赚取自己的选票 那他们的路线 也不拖于蔡英文的基本路线 那蔡英文的基本路线 仍然不拖于美国当前的需求 所以如果美国要求 两岸关系现在要紧张一点 那他们就配合搞得紧张一点 美国说要和缓 那他们就只好赶快弄得和缓一点 那么在今年呢 基本上是希望两岸关系比较紧张 但是也不用太担心 这个仗还是不会打起来 为啥 因为炮灰还没准备好 2024年之后 一南才上路 2024年以后 美国才会希望两岸要打仗 好了 那么当这些不负责两岸事务 他们只管政治工坊的人 担任到了这些职务的时候 可怜的是谁呢 就是实际上 仍然是有在两岸往来的 不论是台商台生 他们如果目前遇到了任何的事情 他们要陈情的话 找谁处理呢 民进党有办法处理吗 可能没有办法处理 因为我相信不论是在国民党 以及我们在新党 其实都有接到非常多 这种两岸的相关陈情 那因为民进党不处理啊 他们只能够求助在野党来处理 好 那或者呢 他们如果觉得在野党 也暂时没办法处理的话 因为很多都是陆委会卡着嘛 如果你去交流啊 如果你去谈判啊 动不动就一个匪谍的帽子 又给你扣下来 所以怎么办 那最后这些人呢 只能够找大陆自己那边的人 来做处理 所以如果民进党呢 把这些涉外的 或者呢是两岸的 这些的部门 通通都任用一些 厨余都任用一些猪的话 那么只会让实际上 有这些需求的人民啊 越推越远 因为他们发现 那你民进党当官 解决不了我的问题 那我就只好找别人来处理 所以民进党希望说 哎呀 那个换了这些人之后 能不能够争取到更多的支持 不好意思 你的支持者 仍然是死忠的那群人 但是你可能会让一些正常的 或者是中间选民 但是他只要有涉外的 或者是两岸的 反而会把这些人 越推越远 好 另外来看到的是林佑昌啊 昨天陈建仁的内阁 还没上路 他在接任这个 内政部长的前夕 突然有感而发 发文来检讨了 民进党的败选 林佑昌说啊 民进党会败选 就是因为贫富差距变大 社会的相对剥夺感 也变大了 他上任的第一件事情 是要做什么呢 要协助中小企业 役后振兴耶 好 先不说振兴中小企业 这不是经济部的业务吗 跟内政部有什么关系呢 这林佑昌他的这番话 又有一个言外之音啊 难道他言外之意是说 蔡政府的治理之下 台湾经济很差 政府用了王美花 当经济部长之后 让中小企业苦不堪言 要等他林佑昌 来拯救大家吗 问题是 这些话为什么不是在败选 刚刚败选的时候 高嘉宇王世坚 被当成战犯 正在修理的时候说出来呢 怎么所有问题 在林佑昌要接内政部长之后 他突然一下都想到了 都写出来了呢 嘉宇 当然林佑昌 他算是民进党里面 非常难得也很接地气 能够在基隆 能够当选市长 而且连任确实是不容易 所以我想他所反映的 也是他所接触到的民意 那也代表说选民其实普遍上对于经济 能够振兴跟复苏的期待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分部会 也就是说人人有责 各部会如果能够把其他人的事情 也当做自己的事情 大家一起同心协力 不会互踢皮球 那这是我们所期待看到 因为我们往往看到说 我们在直询的时候 部会就会说 这个不是他们的业务等等 那我觉得如果大家都能够把这个国家的事 当自己的事 或是当自己部会的事 能够从自己部会的角度 看有什么能够尽一份心力的 我觉得这个也是好的一个现象 那尤其是林佑昌 其实大家很多人说 天下第一部 内政部 之前也有人说 那他之前也没有相关的经历 只当过基隆市长 是不是能够接掌这样子的部会 但我相信只要他有心 要把事情做好 那即使是之前没有这样子的经历 但是他能够了解民众的需求 从这个角度去出发 尤其是我刚刚所提到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诈骗黑金 或者是这些所谓黑枪 治安这些问题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 大家所在意的议题 那他如果能够从这个部分着手 然后把它整顿好 这个是做得非常好了 那另外一个就是内政 大家所期待的所谓社会住宅 居住正义 或者是说现在 大家所在意的高公社 比的这些问题 是不是他也能够处理好 那其实内政部所执掌的 这个事关非常的重要 刚刚所讲的都是事关民生 而且对于民众来讲 切身相关的议题 那对林又昌来讲 我觉得当然他有这样 忧国忧民的心情是很好 但是他要先把自己内政部所执掌的事物 都能够显熟 并且能够立刻提出一些解决的办法 我觉得时间也非常的短 只有短短的一年的时间 要把这些这么复杂的问题 能够解决改善 确实是考验林又昌的能力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 总统府为了彰显台湾和捷克的友好关系 转述说 蔡英文总统和捷克总统当选人 帕维尔昨天晚上举行了15分钟的电话会议 路透报导认为 蔡英文和帕维尔的通话是非比寻常 但这意想不到的外交突破 很有可能会激怒北京 而且报道中还举出了 2016蔡英文和川普的通话 引发了大陆的反弹 而现在不是只有这一个大陆可能反弹 接下来传出麦卡锡 美国的议长要来访问台湾 接文集就说了 美国国会的休会期间 也就是麦卡锡的出国时机 因此很可能他来的时间点 都已经可以算出来了 就是今年的4月10号 那么上一次 裴洛西来台不是引发了围台军演吗 海峡中线还消失 飞弹还飞过头顶 如果说上一次来不及引引 那这一次如果说麦卡锡来台湾的时间 都可以预测了 请问我们的蔡政府又准备好 该怎么因应 接下来可能会引发的 新一波台海危机吗 志强 蔡英文 这个政府把跟捷克的 总统当选的通话 视为一个外交的成就 首先我要讲 通话是好事 我觉得基本上我也乐见 也可以给予肯定 但也不用敲锣打鼓大包装 我举个例子 如果这是一个重大的外交突破跟成就的话 蔡英文我想请问蔡总统 你的任内 你的邦交国丢了七个 对不对 已经是我们有史以来邦交国输最少的一个时间了 那你邦交国都丢了 那请问那是外交大失败吗 所以如果说你真的要视为外交成就 我觉得不只是 你的气图心不只是通话而已 那你就跟捷克建交嘛 所以要讲外交的成就 就拿出实质的成绩 通话如果视为重大的突破 那断交那还得了嘛 对不对 所以标准比照 我觉得是轻重缓急 本末要分清楚 那我还不要讲说你正要讲外交成就 蔡英文要两大外交成就 大家都已经淡忘了 时间太久了 一上来 马英九 这个几十年来 这个台湾一直进不了两个国际组织 非常重要的国际组织 WHA 还有就是国际民航组织 那马总统很辛苦的 让他让我们重返HA WHA跟国际民航组织 蔡总统一上任就全部掉光光了 全部都已经被踢出去 没办法参加 那我也要讲 如果跟捷克的所谓总统当选 通话是这么重大的外交成就 哇那IKEA跟WHA被踢出去 那请问那是多大的外交失败吗 所以那这件事 其实也导出一件 台湾现在我们谈外交 其实坦白讲 蛮悲哀的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都只重视一种 说法跟宣传 而不重视实质 我们实质上 我们到底在台湾 在国际的空间 实质参与国际组织的过程当中 我们有什么样实质的成绩 我觉得这是才可以拿出来比拼的 那至于说麦卡锡 这个要来访台 我也说实在话了 就是说 那你这远来四克 那你也就是欢迎 但是同样的一定会引起 所谓两岸的一些关系的紧张 那很好嘛 之前赔洛西来 引起两岸关系紧张 那民进党就是一副 好像是事发突然 很多事情发现 这边也对不上 那边也对不上 那很好 既然已经赔洛西来过一次 大家已经照表操课了一次 已经有一次示范了嘛 那接下来如果大陆方面 有什么激烈的反应 那这次就请我们的蔡政府 就好好的来应对 两岸关系跟我们跟美中台关系 永远是绑在一起的 所以呢 不会说只是只有得到收获 而没有要付出代价 但收获跟代价之间 作为政府 你就要让我们的收获最大 让负责代价最小 可是今天我们讲 蔡英文的一个整体的外交战略上 我觉得就是完全的往美国倾靠 那马英九就是所谓的亲美和中嘛 就是两边都要保持一个可交往 可是可互动的一个互利的关系 而蔡英文现在的做法是 全部是压在美国的这一边 那哪一个方式好 那我说真的 就看民众是怎么想嘛 那显然在过去的2022选举的时候 我们也发现这个 这样的一个做法 造成了两岸的兵凶战危 跟氛围的紧张 甚至我们也要开始付出的代价 包括说兵役延长 包括花更多的钱买军购 包括说今天所有的国际的组织 国际的媒体都评论台湾 为一个最可能发生战争的地方 那明星就是对于战争的忧虑 跟所谓的一个担忧 到什么程度 到今天梁文杰新的入委会主委 都还要怪罪 是因为抗中保台操作过头 才才落选嘛 所以那民进党就要回头去想这件事情 到底抗中保台这张牌 两岸关系紧张这张牌 真的就是民进党无敌的 所谓的威尔甘吗 无敌的所谓的那个春药吗 还是现在已经变成所谓的 蟹药跟毒药呢 那就让蔡英文自己好好想清楚 对上一次这个佩洛西来台 导致的后果是什么 就是台海中线的消失 然后呢 非弹飞过台湾头顶 这一次呢 邱国正部长说 针对麦卡席来台湾 当然一定会对各种可能发生情况 都已经会预作准备 那请问他要准备什么 汉婷 准备我们接下来要付出什么代价吗 还是说准备好 到时候飞弹飞过头顶的时候 怎么样大家不要发现吗 这个我先讲一下前面捷克 因为呢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以前捷克议长曾经来过台湾 当然跟蔡英文有会见 当时是捷克在地的一家媒体 叫做时事 他都报道了 当时呢 这个议长是收了台湾400万的美元 所以呢 才答应来到台湾做一趟旅游 那当时呢 我们的外交部说 这个是中共假讯息 好奇怪 然而是捷克在地报纸 也能够说是中共假讯息 没关系 反正外交部的说法 我们大家也就稍微听一听 然后呢 在去年八月份的时候 我们的台山投资基金 又投资了两亿的美元呢 就给捷克 斯洛伐克 就只给这三个国家 所以大家呢 分一分 也可以分到不少钱 所以呢 这个总统 为什么要跟蔡英文打电话 这是金主啊 好吧 当然要跟金主打个电话 否则未来钱从哪里来呢 那当然有人说 哎呀 你不要这么势力啊 对吧 那就算花钱打了电话也挺好啊 所以我们就想请问了 那你打完了电话 或者是这些人来到台湾 那请问给台湾人民 带来了什么好处 好像也没有啊 过去这四年以来 民进党 尤其蔡英文的脸书 动不动 谁谁谁又来了 谁谁又来了 然后跟蔡英文拍张照 哦力挺台湾 那请问挺到台湾之后 又怎么样了呢 没有怎么样了 并不是说 这一些的国家 这一些的盟友 有积极来台湾投资 都是相反 都是台湾掏钱 去那些国家做投资 好那投资 如果说是有正面的成长 投资了之后赚大钱 钱会回来台湾 也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台湾跟这些地方 又签订了一些 那个磕税的一些条款 就是说 如果台湾人在那边投资 赚了钱啊 你缴税给当地政府 不用缴给台湾 那搞不好 那讲白了 台湾不就是赔钱又赔人吗 那赚到了什么 就是赚到了蔡英文的颜面而已 所以实际上交往了这么多 当然有人讲说 你看朋友之间交往啊 不要都谈利啊 我们可以谈一谈意啊 好不好 那请问一下 那到底意在哪里 有什么意吗 也没什么意啊 那看我们都挺民主挺自由啊 好那关键来了 请问一下 这些满嘴民主自由的海外人士 在去年裴洛西来台 引起围倒军演的时候 他们在哪里 美国雷根号走了 日本不吭声啊 除了打到日本经济 还有一道喊两声之外 请问这一些 每一个来过台湾 蹭过台湾骗吃骗喝的人 他们在哪里 每一个都讲说 我们都支持台湾 然后讲完就走了 有种的话就住下来啊 对吧 有种就住下来啊 有种就围倒军演的时候 你不要走 你留在台湾嘛 有种就两岸发生战争 你就留在台湾啊 那都是骗人的 都是骗人的 所以这一次要迈卡锡来啊 我们只能说欢喜座甘愿兽了 但可惜的是什么 是民进党欢喜座 但人民被迫甘愿兽 那不外乎就是 大陆可能又禁止了什么产品啊 可能又有围倒的军演啊 那可能有更高的局势 或者是什么 但我们不知道 但这些事情呢 民进党应该要先告诉台湾人民说 如果未来台湾又 大陆又不买台湾的商品 请问你愿不愿意支持 迈卡锡来台 如果又发生围倒军演 未来兵役再度延长 或有什么样的事情 那你愿不愿意 如果做了民调 或者是怎么样 大家愿意的话 那没话说 但如果这些事情都没有 或者是该有的任何事情 那也都没有跟老百姓说完 那当然最后的怨气 只会杀在民进党头上 六人姐怎么看 你觉得接下来 可能这一波新的台湾危机 我们会面临到什么样子的 可能的待遇 或者是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损失 民进党真的有办法收拾吗 我觉得首先 就是有关于这个迈卡锡来台湾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要去 整个的全部的 通通把它总结 然后也去背后把它算清楚 就是说我们到底 第一个 到底给公关公司多少钱 我们到底是花了多少钱 请人家来 那不是说我们花钱 请人家来而已 第二个 他们来到底帮他自己的家族 他自己的选区 做了多少生意 那我们又花了多少钱去买东西 所以之前 老太太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子 然后其他的国会议员来的时候 也都是这样子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不是的 通通都要做了很多的生意 我们就很像圣诞老公公一样 他们都带了满载而归回去美国 包括川普的通话 也是我们花了大把大把的银子 透过公关公司 去买的这一通电话 所以这一次迈卡锡来 我们又花了多少的国家公堂 然后花钱把人家买来的 这是第一个 我觉得要去算清楚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 因为现在是蔡英文执政 他势必会来 蔡英文绝对不可能说 这个太危险了 你不要来 不会 危险的是老百姓才会危险吗 总统怎么会危险呢 全台湾最安全的一定是总统 你看嘛 乌克兰战争打成这样子 老百姓夺产 家破人亡 最安全的一定是泽伦斯基 对不对 那美国的整个的美军 还有美国的CIA 都会保护泽伦斯基 他们也会保护蔡英文 谁会来保护郑立文 谁会保护我们哈远怡 不会的 一般老百姓 你就是自以自求多福 好了 所以上一次来的时候 我不是也跟老共讲吗 你可不可以把账算到美国头上 不要来跟我们台湾人算 对不对 现在又增加台海危机 台湾中心又没有了 我们也很无辜 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那你恐吓了美国 有没有用呢 那如果这次麦卡锡没有来的话 那是不是上一次 你针对台湾 不管是飞弹从我们头顶上飞过去也好 中线也过了也没好 对美国人来讲 还是很遥远嘛 美国没有什么 即时 他没有什么感受嘛 所以美国的政治人物 现在通通都是表演政治啦 你说捷克的准总统 为什么要通这通电话 这些都是现在的网络政治表演政治嘛 他是表演给他国内的选民看的嘛 好 那所以呢 麦卡锡也是一样啊 他也是表演给他美国国内的选民看的嘛 那这个东西 要我们所有台湾人来承担 我觉得太沉重了啦 所以呢 老共势必会有动作 但是我希望老共能够更聪明一点 你们可不可以想想别的办法 让美国人怕的 不要让台湾人怕的 好不好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妈们松醒按个赞哦 过去苏内阁在选后没有邀请六都首长 参与行政院会引发了大小眼的质疑 现在新的这个格魁陈建仁说 以后行政院会会恢复邀请六都首长 台中的卢秀燕市长听到就说了 他一定会出席 但他也说希望出席有用 希望中央能够多多倾听地方的建言 好了先不说民党这次的内阁改组看起来是用人为亲 而且绝大多数不都是旧的官员留任吗 昨天这些人还在呛瞎在野党呢 难道隔了一天就突然一下学会怎么倾听了吗 嘉宇 我觉得当然就是说整个内阁颁奔奖换人了嘛 那颁奖换人之后 同学是不是这个就会跟过去不一样 总是就是班上会有不同的纪律跟原则 那大人歌他已经为这个内阁定调 就是一个温暖坚韧的暖内阁 那如何去实现他的这个暖这个字的含义 就是能够倾听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